所以特別注意,卡跟RAW有什麼地方可以拿來應用 其實如果你想知道幾個問題的答案的話 像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我如果想要知道說 到底Excel裡面它的總共藍數可以容納幾藍的話 那你其實有個方法,按下Ctrl鍵 然後游標放在G1的話,Ctrl向右 Ctrl向右的話你會發現 它就自動會幫我移到等於是最右邊藍 也就是說Excel裡面最多可以容納多少藍 那它總數的話各位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數字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數字的話,當然你要去換算的話其實相當麻煩 因為它是等於是A到Z 然後A到Z之後的話再A到Z 所以它其實如果用XFD 你可能要再去把它換算 那其實如果你不想換算的話 其實有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在這邊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Column函數 它就會幫你算完說 目前所在的這個藍 是數字裡面的哪一藍 所以Column有時候用這個方法可以來判 那當然同樣的方法 如果我想知道什麼 想知道目前 這個工作表裡面 到底有多少列的話 那其實很一樣 Ctrl向下 不過Ctrl向下你會發現 它一定要有資料的地方 它才會跳 你可以看到 也就是說 如果人家問你說 一個Excel的 這個試算表 一個表格 它最多可以 容納多少列的話 那答案就在這裡 10485761 也就是大概 104萬多列的意思 那如果藍的話 基本上就是16384蘭 所以總共的儲存格數量的話 那就是把蘭乘上列 那就是它總共可以容納的 總儲存格數量 大概是這樣 所以Column跟Raw其實可以 可以拿來這樣做 其他的話 甚至我們一般在用Column跟Raw的話 像剛剛那個數字表格 可以這樣 甚至你可以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 可以做個練習 比如說做一整個月的月份 月曆的話 其實也可以這樣 比如說像右的話 1到7 然後再來就8、9、10 也就是說7蘭 當一個基數的話 那這個地方 其實也可以利用剛剛Column跟Raw 也可以把它變出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盡量去思考一下 這個Column跟Raw 我覺得還蠻常用到的 那再來就配合Index 我們就可以取得什麼 取得我們要的這個資料 那當然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除了用Index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函數 你們可以再把 這個再複製一下 把它Ctrl鍵按住 然後拖拉過來 如果我今天 我不用Column跟Raw的話 其實另外 你還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不用Index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 就是插入函數的話 可以用一個叫Indirect Index下面這一個 那它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只有 其實主要 ReferenceTest 這個地方要填 A1的話其實可以保持空 所以其實Reference有個好處 剛剛Index需要三個參數 但是Reference 只要一個參數就好了 所以 可是問題一個參數 是哪一個參數 其實很簡單 它有點像Range VPA裡面的Range 指的就是 哪一個儲存 哪一個位置儲存格 資料 要幫你帶過來 你要幫我帶過來 就是這個儲存格 B2 所以你就直接輸入B2 但是請特別注意 Indirect 它這邊 有跟你講說 我參數要是Test 所以我前面一直強調 如果是Test的話 記得前後一定要加上雙引號 因為如果你沒加雙引號的話 那它就無法判斷是文字 也就無法幫你把資料帶過來 所以這個也蠻常遇到的錯誤 很多同學都忘了加前後雙引號 如果你這樣 所以有點像Range 把那個東西幫我把它複製一份過來 你又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也可以把資料帶過來 所以如果像剛剛這個地方 那如果我要帶的是姓名的話 應該帶這個 那就B3 下一個B4 B5 B6 B 所以喔 你如果後面這個數字 可以用23456789 所以其實喔 你可以利用類似像剛剛的這個邏輯 有沒有 像剛剛我們也是產生數字表格 只是說剛剛是1到32 那這邊是改成2到33 所以喔 我偷懶一下 拿剛剛這個column跟roll這邊 拿來改 那其實規則都一樣 只是說呢 我可以在column的地方 把它少-1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加一個等號 因為剛剛那個複製管還沒等號 那當然呢 如果你打勾它會變1 1到32 可是我可以把-3 把它改成-2就可以了 -2的話呢 那當然就變2開始 所以你向右拉 然後呢 再向下拉 它就變成 多少 我到33就好了 2到33就OK了 那如果我接下來 我可以再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減下來之後 再插入到Indirect 那其實喔 就可以 把剛剛一樣的結果也做出來 而且相對好像更簡單 只是說呢 那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它這個地方前面一定是b 而且是文字 所以你要怎麼打 比較麻煩的地方 你要學會怎麼串接 就是把 因為b 剛剛是b2嘛 那我要把這個2變成一個 一個公式串在後面的話 那記得喔 把2delete掉 後面加一個and 串接一個公式 所以公式的話呢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之後 桌出來結果就長這樣 像這樣 b and 剛剛的這個公式 然後呢 它就會後面出現 如果是b2 那表示是正確的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把它向右 再向下 那得到的結果 也會跟剛剛的Index 是一模一樣的 那只是公式 可能 就會 不太一樣啦 不過比較之下 當你說哪個簡單 我是覺得你習慣你做得出來最簡單 那因為這一題 我是覺得同學最容易發生錯誤的地方 應該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說呢 這個b是要一個文字 and後面是串一個公式 當然其實你如果習慣的 像我們常常在做 所以其實就會覺得蠻習慣 也就覺得這樣好像比較簡單 但是對有些同學來說 哇這個地方就會很難理解 常常有同學說 老師這個我沒辦法理解 那其實主要就是說呢 它跟VBA也有點類似啦 只是說VBA 一般來做的話 會把這個計算的結果 會先存在一個變數裡面 然後之後的話呢 再and那個變數 比如and什麼 and i and r之類的 只是說呢 在Excel的公式裡面 它沒有變數這個東西 所以變成你就一定要 in的頭皮把那個公式放在後面 才ok 所以這個地方順便補充一下 indirect 然後 因為剛好同學問到那個 剛剛同學問到那個 就是兩層式的表單裡面 假設兩 那剛好我在雲端上面 也有放一個範例 剛好那個範例的話 其實就是兩層式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在雲端白板上面 有一個範例就是兩層式清單 或許啦 我等一下看看 甚至可以拿這個兩層式清單 來做一個修改一下 比如說如果我假設 就是這個範例你可以把它直接打開 然後呢下載下來 或者直接在Google上面其實也可以做 其實它的概念都一樣 你如果在Excel做的話 你就把它檔案 打開之後 檔案 然後呢直接 這邊有個下載 就直接把它下載成Excel 然後在Excel裡面打開 打開之後呢 我如果想要看到的結果 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呢 清單裡面 如果我給它兩個資料 我想要顯示的是 中文的訊息還是英文訊息 因為二選一嘛 所以呢 我就把中月份跟英月份 把它變成第一個清單 所以我就選 假設中文月份好了 那底下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去針對你選的 是中文還是英文去顯示 所以你會發現 底下你點選的時候呢 它就會顯示成中文的 比如說我要11月好了 OK 那可是呢 如果我現在改變新意了 我希望它變成英文的話 那你就把上面的這個 改成英文的月份 然後呢 不過它這個不會更新 當什麼時候會更新 當你點選這邊的時候 它就更新了 那你會發現11月就出現了 OK 也就是說呢 如果說 你要能夠把什麼呢 所以這個清單有兩層 也就是說這一邊主要是這一個 關鍵就是這一個 這個清單的來源 是根據上面的清單去做變化的 所以呢 那變化我這邊只有兩個啦 要不就是中月份 要不就是英月份 你可以去選 所以我可以怎麼 第一件事就是先把這個清單 放在第一個 第一個清單裡面 然後呢 底下這兩個的話呢 就根據什麼 根據它的變化去做變化 這個當然 在eSale裡面可以這樣做啦 那如果假設 假設 同學問的不是這樣 問的好像是說 在這個表單裡面該如何呈現 那它表單裡面一樣可以放清單 只是說放清單 就一定要寫VBA程式 因為在表單裡面 沒有辦法透過 Excel裡面的公式完成 一定都是用VBA 所以相對也難度會比較高 不過我等一下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其實一定是可以的 只是說怎麼樣寫那個程式 會相對比較簡單一些些 OK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先試試看 並且看一下那個兩程式清單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兩程式清單 應該怎麼做 所以我剛剛主要一補充的InDirect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說兩程式的這個清單 那待會的話 因為剛剛這一題其實還沒完成 所以我們還需要把這個Index這個部分 前面的資料先砍掉 再來做後面的部分 把畫面再停止共用一下 請問一下